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标准成本法 首先我们来熟悉一下 什么是标准成本呢 也就是我们在生产产品的时候 通过精确的调查 科学的分析和技术测定 看一看生产产品需要多少材料 需要多少人工 需要多少制造费用 那我们制定出来标准成本之后 干什么用的呢 可以衡量一下我们这个生产产品的过程 对效率如何呀 生产产品的时候 我们的成本的控制怎么样啊 做一个评价 同时呢 我们把这个标准成本制定出来之后 怎么样 我们也可以对这个存货经济价 可以对这个产品的销售成本经济价 都是可以的 那么具体来讲的话呢 这个产品的标准成本 那就包括三个成本项目 它的标准成本制定了 也就意味着你这个产品的这个成本项目 包括这些材料 包括这些人工 还有制造费用 那我们在确定这个产品的这个单位标准成本的时候怎么样 我们也要分项目来确定是不是啊 单位产品需要多少材料啊 单位产品需要多少人工的标准成本啦 需要多少制造费用的标准成本啦 那么每一个这个成本项目 它的标准成本的确定 都要包括这个用量标准 包括价格标准 我们用这个用量标准呢 乘以这个价格标准 得出结果来 就是你这个产品的每一个成本项目的标准成本嘛 你比如说你生产产品的时候 啊 材料的标准消耗量 乘上这个材料的标准价格 就可以算出什么呢 算出这个单位产品的这个材料标准成本嘛 那同样道理 你生产产品的时候怎么样 每件产品需要多少标准小时 这个每小时的这个标准的工资率 每小时给多少钱 两个相乘 就可以怎么样算出这个单位产品的标准的人工成本嘛 同样道理 我们说生产产品的时候怎么样 每件的标准公式有了 然后呢 这个标准的一个小时的一个制造费用分配率有了 那两个相乘怎么样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这个单位产品的一个制造费用的标准成本呢 OK了吧 那就意味着你每一个成本项目 它的标准成本都策定出来了 然后怎么样把它加在一起 就是每一件产品的一个标准成本嘛 那每件产品的标准成本有了之后 比如说呢 是100块钱 每件标准成本这么多 然后呢 你一共生产多少件呢 比如说你一共生产了50件 这样的话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标准成本总额 因此在这里面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我们通常来讲的话 所谓的标准成本 一定注意是基于实际产量下的一个标准成本 所以说怎么样 是用实际产量 可以什么呢 每件的标准成本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算出标准成本总额来 然后这个标准成本总额呢 就可以和那个实际成本做比较了嘛 那实际成本也是基于实际产量 那就说在同一个平台上 才能够进行成本差异分析 这是我们这个标准成本法 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标准成本的具体划分 根据这个分类标准的不同 它可以分成有不同类型 我们根据呢在制定标准成本的时候 你预计的这个生产技术和精英管理水平的不同 我们可以把标准成本呢 分成有理想标准成本和正常标准成本 所谓的理想标准成本呢 也就是说在最优的生产条件之下 利用这个现有设备 在现有规模的条件之下 你能够达到了一个最低的那个成本水平 那我们从字面来讲的话 这个理想标准成本 应该是渴望而不可及 对不对 都是在最优状态之下 所实现的一种成本水平嘛 所以说这个成本怎么样 要求就比较高了 要求比较高的话 渴望而不可及 所以说呢就不能把它拿来当做考核依据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CPA考试 说满分算过关 那你还参考吗 估计你就放弃了 是不是 因为达到满分 太难太难了 所以说你就会放弃考试了 因此呢它就不能作为一种考核的依据 接下来呢就是正常标准成本 正常标准成本呢 也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效率正常良好的情况之下 我们这些生产要素看看消耗多少啊 然后这个要素的价格多高啊 然后这个生产精英能的利用程度怎么样啊 这些予以综合的考量 然后制定出这个标准成本来 这就是正常的标准成本 我们说在效率良好的情况之下 去测定的 这个时候呢 那你注意一下啦 是允许必要的损失和浪费的存在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标准成本 制定的时候需要考虑的情况 那我们说呢 这个正常标准成本 也不是说你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啊 那么对于这个正常标准成本 通常来讲的话呢 它要比这个理想的标准成本要宽松一点 你比如说你生产这个产品的时候啊 比如说每件是100块钱 这是你的理想标准成本 而正常标准成本呢 我们说考虑必要的损失浪费低效率 我们说你生产这个依然产品怎么样 哎你需要这个200块钱呢 它的成本 这就是个正常标准成本 所以说呢 它要比这个理想标准成本要宽松一点 但是我们说了 这200是不是都能够轻轻松松实现的呢 我们说也不是 另外呢 我们说这200是不是拍脑子拍出来的呢 我们说也不是 这200我们在确定的时候怎么样 是有科学依据的 得经过精准的测定去调查 所以说怎么样 这个成本确定的时候怎么样 有客观性 有科学性 另外呢 我们说在确定这个成本的时候怎么样 允许必要的损失浪费和低效率 所以说怎么样 具有现实性 而我们说这个成本怎么样 又不是说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 你怎么样 你得跳一跳脚 经过努力通过拼搏 你才能够实现的 所以说呢 具有激励性 如果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实现了 那没有激励效果 对不对 那么再有呢 我们这个标准成本 制定出来之后 不能够总在变 对吧 那就意味着 只要是你的生产技术 经营管理水平 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那我们这个标准成本就要保持相距的稳定 这就是关于正常标准成本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种划分 它是按照适用期间来划分的 可以把这个标准成本怎么样 分为有现实标准成本和基本标准成本 那我们根据这个适用期间 你生产产品提供劳务的时候 它的价格多少啊 效率多高啊 然后你生产精英能力利用程度怎么样啊 然后充分于考虑 然后预计出来 那个标准成本 那就是现役性的标准成本 我们说这个现役标准成本呢 它考虑到适用期间的各种情况 所以说这个标准成本 制定出来之后怎么样 它可以评价你这个成本控制的好坏 对不对 你实际成本和你的现役标准成本做个比较 看一看 你成本控制的如何呀 这个效率怎么样啊 有没有浪费的问题呀 可以做评价 另外呢 对这个期末的存货呀 包括你的产生产品存货呀 包括你这种再生产品的存货呀 我们说都可以采用这种标准成本进行计价 同时呢 对于已经销售的这个产品的成本啊 就是销售成本外 我们说也可以按照这种标准成本来计价 这是现役标准成本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基本标准成本 也就是说你在适用期间生产的基本条件 如果发生重大变化 我们才与修订呢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啦 你在适用期间 如果生产的基本条件 没发生重大变化就不修订了 也就意味着你没有按照各期的实际情况去修订 很显然这个标准成本 你就不能拿来去评价你这个成本控制的好坏 说你这个成本控制的效率怎么样啊 控制水平如何呀 你没有结合实际情况去修订它 你拿它去作为我们评价控制标准 那很显然不合适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需要特别强调一下 什么叫生产基本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呢 这里面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个呢 就是这个产品的物理结构发生变化 第二一个呢 就是重要的原材料和劳力价格发生变化 第三个呢 就生产技术和工艺发生根本变化 这三个发生变化 才属于生产的基本条件发生变化 也就意味着才需要修订这个标准成本 那你注意一下 如果是市场需求而导致了什么售价变化了 生产经营能力利用程度变化了 你比如说这个市场需求增加了 生产经营能力利用程度提高 这个你注意 这不属于生产的基本条件发生变化 另外呢 工作方法改变导致效率变了 那么这两个你要注意 不属于生产基本条件发生变化 换句话讲 这两个方面导致变化的是不需要修订的 考试就考这两个点 要特别小心 几乎每年都要考我们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作业成本法 那首先呢 我们来熟悉一下 什么叫作业成本法呢 它是把这个间接成本和辅助顺材费用 采用更科学更合理的方法 分配到这个产品对象上去 那怎么分配的呢 先把这些间接费用 先分到各项作业 那分到各项作业的时候呢 我们是按照这个资源动营金分配 分配到各项作业之后呢 形成各个作业中心的成本 然后呢 我们再把各个作业中心所规计的这些成本 再按照作业成本动营 分配到各个产品上去 那么这样的一种计算方法 这叫作业成本法 那么它和我们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相比 区别在哪呢 我们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 它是把这些间接费用怎么样 是按照单一的一个产量的这种标准 分配到不同的成本对象的 那很明显 如果说某一个产品的产量比较高 它所承担的这些间接的费用 比例会有大 也就意味着怎么样 就会夸大产量高的这个产品成本 而我们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 并没有考虑到你这个产品生产的工艺过程的复杂程度 也就意味着这个时候所提供出来的成本的信息 它的决策的相关性就会比较差 而我们采用作业成本法 在分配这些间接费用的时候怎么样 我们要考虑到生产工艺过程的复杂程度 而且我们在分配这些间接费用的时候怎么样 是采用多动因金分配 那么多动因分配就意味着你这个产品的生产工艺过程 如果比较复杂 自然而然你就会承担更高的间接费用 而你的生产工艺过程如果没那么复杂 相对比较简单 那你承担的这些间接费用相对来你就会怎么样 就会少一些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样 我们所提供出来的成本信息就可以方便我们将来的各种决策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这时候的成本信息 它的决策的相关性就大大提高了 这就是作业成本计算方法和传统成本计算方法相比 有它的优势所在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作业呢 我们说这里面讲的作业 就是你在生产产品提供牢的时候 不断重复发生的各项活动的有统称 这就叫作业 那么对于同质作业放到一起 我们就称为作业中心 什么叫同质作业呢 也就意味着采用相同的作业成本动因可以进行分配 那在这里面呢 可能我们这么听起来还是相对比较抽象 比如说拿这个服装加工厂 我们在生产这服装的时候 你说会有哪些活动的产生呢 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服装穿在了身上了 是经过哪些环节才能够形成这样的一套衣服呢 那你想想了 那做这衣服的话得需要什么那个程序呀 首先得有制板是吧 制板就意味着你这衣服规格多大的呀 那些制格板 制板完之后要进裁剪是吧 裁剪之后呢 要进锁边是吧 锁边之后呢 要进缝合是吧 缝合之后怎么样 我们说你得进运烫是吧 运烫之后再去包装是吧 往后再去销售 大的这个环节就这些嘛 那这样的话我们说呢 像这制板啦 这个裁剪啦 锁边啊 缝合呀 这就是你服装加工厂里面的各项作业 就这一次 这很清楚吧 所以学起来就没那么抽象了 是吧 没那么抽象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呀 说在鞋里面啊 有这些作业 那这些作业我们怎么去识别它呢 不同的作业呢 我们说有不同的特征 首先一类作业呢 我们说叫单位级作业 这个单位级作业就意味着 每一个单位的产品 都得经历这样的一次作业 都必须得执行一次 最少得执行一次 你比如说你生产西数也好啊 生产夹克也好啊 生产衬衫也好啊 你比如说锁边 都得需要把它锁上边是吧 锁边都不太好看是吧 你看着这个好像不上档次 那就意味着都得执行锁边作业 都得有缝合作业 这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机器加工 对不对 那么另外呢 我们说有些这个产品的话 一些制造业 还有这个产品组装 你如果说没有这个组装的话 你比如说空调的生产 比如说这个冰箱的生产 如果没有最后的组装 这环节的话 那个个都是零部件 那就没人要 是吧 我买的是空调 我买的是一个这个冰柜 冰箱 我不是买这些零件呢 所以说组装 那就意味着 每个产品都要经历一次的 那么这样的作业呢 我们就叫做单位置作业 那很明显的话呢 我们说你生产的产品数量 如果越大 那么这块的作业怎么样 应该是越多的嘛 真的明白了吧 好 那么对于这个单位置作业呢 这里面的成本 通常来讲的话呢 都是职业成本 我可以直接追溯到 每个产品上去 那就可以直接到成本计算单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第二类作业 就是批次级作业 它是服务于每批产品的 就是说你批次越多的话呢 这部分的这个成本 当然就越高了 对于每一批产品里面 生产多少产品数量 没关系 比如说我们生产产品的时候 涉及到这种机器调试 你生产的产品规格 一旦发生变化 我这设备就要调整一次 那你这个生产产品的规格越多 我这个机器调整次数越多嘛 再比如说 成批的检验和采购 你不同的这种批次检验 不同批次的采购 都会有相应的标准 有相应的要求 所以说呢 你的检验或者是采购的批次越多 那我们说你这部分的成本 消耗就会越大嘛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第三种类型 就是品种去作业 有的时候呢 也把它叫做产品去作业 它是服务于某种产品的一个作业类型 那很显然 你这企业里面 生产产品品种的数量 如果越多的话 那这部分作业呢 它的资源消耗就会越大 比如说在企业里面 这个产品设计呀 产品的更新啊 产品的这种工艺改造啊 都是针对特定产品来说的 你比如说这个电子产品 比如说这个华为 推出这个一款新的手机 它会针对这个新的这款手机怎么样 要开一个这个新发布会 那么这时候呢 所花费的这些费用 那就是什么 属于品种去作业 是针对特定产品 做这种广告的宣传 接下来呢 第四种类型 就是生产维持作业 它是为了能够保证 这企业正常运转所发生的 比如说这个维修啊 生产管理啊 比如说这个保安服务啊 等等等等 它和你这个企业里面 什么生产的批次啊 生产的品种数量啊 这个产量的多少啊 等等都没什么关系 好了 那么关于这个四种作业类型 每年考试的时候 都会涉及到这块的客观点的考核 给我们相关的这些作业之后 让我们去识别和判断一下 它是属于哪种类型的作业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成本动因 它的基本概念 以及呢 具体的一个类型的划分 所谓的成本动因呢 就是引起成本发生的 这个气动因素 那么引起成本发生的气动因素 这里面就包括什么呢 一个就是引起作业成本发生的气动因素 再一个呢 就是引起产品成本发生的一个气动因素 这样具体划分出来 就包括资源成本动因和作业成本动因 这个资源成本动因呢 它是引起作业成本发生的一个气动因素 我们说呢 你某一项作业 它这个发生之后呢 这作业都会有资源的消耗 说你这个作业发生之后 你资源消耗多少呢 我们就要按照资源成本动因 把你消耗的这资源怎么样 分配到各项作业上去 这是我们第一步的分配 对不对 那紧接下来呢 我们每一个作业 它的资源耗费 我们都已经计算出来了 然后怎么样 再把那些同质的作业 给它合到一起 我们说所谓的同质作业 就是有相同的作业成本动因 把它归到一起 那么这个作业成本动因 什么意思呢 就是引起产品成本增加的 这些驱动因素 如果是相同的 这些作业合到一起 形成一个作业中心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作业中心 所归集的这些作业成本 我们就按照作业成本动因 把它分到各个产品上去 那么你这个产品 耗运的作业量大 你又多分担一些 这个作业成本 你耗运作量少 你就少分担一点 所以说呢 我们把这个作业中心里面 规集的作业成本 分到各个产品上 那我们就要按照 作业成本动因进行分配 因此从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作业成本 计算方法 是通过这两步骤分配的 先要通过资源成本动因 把资源耗费 分到各个作业上去 紧接下来怎么样 我们要按照作业成本动因 把作业成本怎么样 再分到各个产品上去 这就OK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作业成本法特点 这个特点呢 我们说是和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 相比较来说的 首先第一个特点 作业成本计算方法呢 它的计算是分为两个阶段 哪两个阶段呢 首先第一个阶段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那些资源的耗费 按照资源成本动因 先分到各个作业上 然后形成怎么样 形成这个作业成本 这就是第一步的分配 那么第二部分配呢 我们再按照作业成本动因 把作业中心所规及的成本怎么样 再分配到各个产品上去 形成各个产品的成本 这就是第二部分配 那么在考试考我们的时候 通常情况下 考的是我们第二部分配 也就是说 给出若干个作业中心 每个作业中心 它的成本都给我们规及好了 然后那个作业成本动因 也告诉我们了 你就把这个作业中心 所规及的成本怎么样 按照给出的作业成本动因 把它分到不同的 我们对象就OK了 这就是我们考核方法 通常会让你编制一个 作业成本分配表 那那表怎么编制 将来我们的基础经济办法里面 再去讲述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里面就具体来看一下 这个作业成本计算方法 和传统成本计算方法相比 我们看一看 它们区别在哪 我们说按照传统成本计算方法 和按作业成本计算方法 注意 直接成本的处理方法 没什么区别 直接成本呢 我们说都是直接追溯到 这个产品上去就可以了 我们说传统成本计算方法 和作业成本计算方法 它的区别就在于 那些间接费用的处理方法不一样 按照传统成本计算方法 那个间接费用怎么样 我们是按照部门进行规及 按照部门规及完的这些间接费用怎么样 我们再按照产量为基础 为标准 把这个部门里面所规及的这些间接费用怎么样 分到不同的成本对象 那么也就意味着在传统成本计算方法里面 那些资源的耗费按照部门规及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按照产量的这个标准 分到各个成本对象 所以中间这块怎么样 它的连接是用部门来连接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作业成本计算方法 在作业成本计算方法下 那些间接费用怎么样 我们是把它按照资源成本动因 要先分配到这个作业上去 分配到作业上去 那么分配到作业上去之后 我们再按照作业成本动因 把各个作业中心所规及的作业成本怎么样 再分到各个产品上去 那这时候我们在分配的时候 这个作业成本动因 那就不是唯一的一个产量标准了 对不对 而这里面怎么样 那就采用的是多动因进分配 从而就可以保证我们这个作业成本 分配到各个成本对象 我们说就会更科学更合理 那我们说在作业成本计算方法下 你注意这个资源的耗费和最终的成本对象 中间的连接是谁呢 中间的连接是作业 这是它的桥梁 也就意味着我们资源耗费怎么样 是按照这个资源成本动因 分到各个作业上 然后怎么样 各作业上所估计的成本 我们再按照这个作业成本动因 再分到成本对象上就OK了 你看两者的计算的时候 中间的连接点是不同的 传统成本计算方法 中间连接是靠部门连接 那就说都归到部门那块去 而在作业成本计算方法下怎么样 我们这些资源耗费 是把它分配到了各项作业上去 形成作业成本 对于这样的东西 我们既要注意客观题 也要注意主观题的文字的说明 你要能够把它讲明白 我们有些同学 你说我作业成本分配法会添 但是它和传统成本计算方法相比 区别的地方 它不会说 那我们就需要注意一下 这也是我们近几年考试时候 这种文字说明题的考核 你要特别有关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特点 就是作业成本法在分配的时候 我们强调因果关系 我们说对于各个作业中心所规及的作业成本 我们把它分配到成本对象 我们主要使用是追溯和动因分配 这种追溯和动因分配应该说 我们分配更科学更合理更精准 他说我们要尽可能减少这种主观的分摊 因为这种主观分摊 怎么呀 就会使我们的决策的相关性减弱 接下来第三个方面特点 我们在作业成本法下 这个成本的分配 强调什么呢 多维的成本动因的使用 也就是说对于各个作业中心所规及的这个作业成本 我们采用的是多动因性分配 很显然要比传统成本计算方法里面 采用单一的那个产量基础分配 应该分配更科学更合理 更能保证我们成本信息的决策相关性 因为我们在进行成本分配的时候怎么样 考虑了这个间接费用 在不同产品之间分配的时候 一种复杂程度 你这个产品的生产工艺过程比较复杂 这些间接费用分配的时候怎么样 我们就要考虑给它多分担点 如果说你这个产品的生产工艺过程相对比较简单 这些间接费用你就会少承担点 这样的话怎么样 就避免了我们这个成本信息的扭曲